在哪儿了 在哪儿了 我觉得肯定第一个是你叫唐糖 好 那我就第一个上去迎接 我觉得第一个是瑶瑶 我看了那个了 一 二 三 唐糖 那是宝贝啊 不是人人吗 宅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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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糖 宅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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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油 给维尼加油 维尼加油 跑不动了 维尼站起来 维尼站起来 加油 带着维尼加油 又很出乎我意料 他就跑过来了之后 看到维尼还在后面 他又倒回一大段去穿维尼 然后我就想 这次带着维尼 总会跑过来了吧 又停下 又回去穿维尼 他的整一个想法就是 我希望大家都到 他没有再关注这种名词 挺出乎我意料的 你把所有小朋友都带上来了 你真的很棒 谢谢 你怎么没哭呢 你是不是没哭 别棒 一点事都没有 玩家从头也没有一个人邋遢 太棒了 太棒了 你的衣服都没有拉上 你不冷吗 宝贝啊 好冷啊 给我暖和暖和 好冷啊 给我暖和暖和 好冷啊 给我暖和暖和 好冷啊 暖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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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暖 暖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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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暖 他很强大 他一次一次在惊喜我 自己亲自带的孩子 你可能并没有百分之百 去了解他到底有多强大 我摔掉都没摔掉 没摔掉 没有啊 就很多人就是在爬之前 肯定觉得他们是爬不上去的 但是在最后是爬上去的 真的不要小看孩子 他们那个状态其实很享受 很沉醉在这个里面的 然后他们应该一点都没有受到 天气的影响 没有一个小孩说风好大 都好滑 他们在爬这段山的时候 他们已经是个小战士 每一个人都坚持下来 且没有扔下任何一个物资 无论是他们的意志 还是他们的这个心理 他们已经得到了锻炼 他们已经不是普通的小朋友了 同学们 各位家长 我们首先欢迎我们的 助力教官 傅首尔老师 和老刘老师 辛苦了 大家好 首尔老师跟刘老师带着 他们爬了这个短的 但是非常难的这个站道 我今天确实辛苦 朋友们 确实是非常辛苦的 接下来我们就要欢送 我们的爸爸妈妈了 因为我们要自己去做晚餐 好吗 现在我们跟爸爸妈妈再见 阿爷再见 拜拜 妈妈再见 再见宝贝 再抱一下 哎呦呦呦呦 五斤勇敢吗 勇敢 你知道你有变化呀 哎呦 我跟你们再见 好 拜拜 拜拜 你们接着拜拜 拜拜 怎么了 小薯条 你怎么了 小薯条 你怎么了 小薯条 我要小薯条 我要小薯条 开始了 我是一个小汤村 小汤村 我要小薯条 我要去哪里哪里哪里 我一会儿带你回去拿货 我也要带这个货 走吧 我们去拿包去 好 同学们 我们去清点食材做晚餐了 走吧 我们一起做晚餐去的 走了 我们去蒙古包了 蒙古包 别换 我喜欢的 大大大 快 我走不走 走不走 走不走 维尼 我不敢相信啊 你怎么变成这么会帮助别人的小朋友了 我走不动了 他就接着我了 这么好 这个哥哥 张张哥哥就是威尼 威尼的哥哥是我 对